张韶韩,永不言弃的实力歌手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MVP情人,公主小妹的主演是谁呢? 没错就是消失了很久的华语歌谈天后张韶韩 2001年张韶韩签约福茂唱片,她以歌手的身份签约,竟然还未出过唱片就先拍了电视剧,并且在MVP情人扮演女主角,是她一炮而红 MVP情人 如果说MVP情人离我们太遥远的话,那公主小妹一定能够起你的回忆 那个善良坚强的小女孩,从灰姑娘变成公主的玛丽苏故事,满满的回忆,满满的青春 张韩韩 张韩韩似乎就是那个被上天眷顾的女孩,她没有跑过龙套,没有新人妻,每一部戏都是女主角 2004年,她凭借欧若拉成为最亮眼的新人,2006年她的一首隐形的翅膀传遍大街小巷 我们始终到现在也无法忘记她演唱至于正能量的歌词,坚定有力的歌声 4年,她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唱了这首歌,这使她更红了 2009年,隐形的翅膀更是作为高考题目出现在高考北京卷中 我想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首歌都给人希望,温暖与安定的力量 当时的张韩韩党之无愧的华语乐坛小天后,她的歌,承包了一代人的轻吹记忆 欧若拉里她灵气十足,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中她是赤脚在临间行走的小仙女 遗失的美好中她低音潜畅,隐形的翅膀中她坚强勇敢 本来迎来事业巅峰的张韩韩却在这时被推入人生谷底,而推她一把的人竟是她的亲生母亲 2008年,张韩韩因患心脏二肩半摩托锤前往加拿大治疗时,她很心的母亲偷走了她所有财产 还要求她支付每月30万的善养费,加一套豪宅,还不止如此,她母亲甚至串通她舅舅诬陷她吸毒 无奈之下,张韩韩只能拿出药件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在媒体面前气不成声我没吸毒 真相永远来得太慢,当时的媒体已经告诉全世界她是一个不孝女和吸毒女,给她安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 部分网友不明真相,仅仅是为了指责而指责 鲁豫曾问过她,在遇到家里不顺的那心事的期间,会不会经常流泪 她说,会,我会一个人望着天空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是我 但有种痛,是眼泪都不足以表达的 一大堆不利的事情是张韶韩的形象一落千丈,事业空白期,口碑下滑 曾经作为服帽的头号摇钱术,却在失去其利用价值的她落井下时,乌漏遍逢连夜雨,难以想象张韶韩承受的痛苦 她选择挡出人们的视线 当大家以为张韶韩从此消失匿迹的时候,她挺过来了,依旧慢慢的阳光,温暖 2012年,她出了新专辑《有形的翅膀》完美的归来 这是她淡楚人们视线以来的一张专辑,没有悲伤,只有永不放弃的正能量 我们终于在歌手首发明单中看到了我们期盼已久的张韶韩 如今的她风韵游存,歌声还是那么坚定有力,折服七年了,张韶韩,时候再裹一把了 她的歌声陪伴了八十后,九十后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 她的故事更是教会我们面对困难 不要害怕,不管打击有多大,她依然保持着她的笑容 是的,她就是这样一位外表柔弱却内心倔强了姑娘从未变过 一位永不言气自信的歌手 她的歌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